今天西部赛区焦点战狐人对阵勇士的比赛最终勇士 以117比115微弱优势笑到最后 詹姆斯最后时刻三罚一众措施追平的机会 但是这场比赛詹姆斯在总得分上正是超越贾巴尔 成为NBA历史上得分最高的存在 这是比赛的失败让詹姆斯的记录之夜变得不太好看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超越是职业生涯总得分而不是常规赛得分 作为NBA得分榜的霸主贾巴尔霸榜多年 终于在仅今年迎来挑战者 作为天选之子詹姆斯尽管不以得分见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詹姆斯的得分能力还是很强的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詹姆斯总得分来到44152分 超越贾巴尔此前创造了44149分 而属于詹姆斯的记录还没有终止 在此后的比赛中这个记录将进一步的提升 本赛季的胡人到目前为止还是状态起伏不定 从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和表现来看 想要夺得总冠军几乎是痴人说梦 如今交易截止日 已经过去胡人想要补强 只能在买断市场上有所作为 但薪资的限制恐怕也不会太大的交易发生 错过本赛季胡人想要再夺冠很难了 一方面是詹姆斯年纪大了 本赛季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尽管他的个人数据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但是到了第四节决胜阶段习惯性的防守漏人进攻端 打不尽已经证明 他在体力上已经大不如从前 下个赛季詹姆斯又老了一岁 体力只会越来越差 另外一方面胡人的阵容已经和夺冠赛季无法相提并论了 近两个赛季管理层的错误交易 白白浪费此前堆积下来的家底 以目前胡人手上现有的资源 想要再实现曾经的辉煌很难 或许本赛季结束之后 詹姆斯会有新的决定 也说不准 毕竟对于他来说 职业生涯最大的心愿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是等着布朗尼进入联盟父子 同台成就一段佳话 另一个便是有机会追逐更多的总冠军 尽管被称为天选之子 但是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 如果在退役之前 再多的一枚总冠军 他的历史地位将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总得分超越贾巴尔本身 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本赛季詹姆斯在常规赛的总得分 也有望超越卡尔 马龙上升至得分榜的第二位 超越榜首贾巴尔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尽管詹姆斯充满了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取得的成就 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存在